欢迎来到申尼讲电影 这个星期申尼不是在洛杉矶 亦不在荷里活 去了拉斯维加斯 本来我是想拍片的 但是拉斯维加斯很多人 我发觉不戴口罩也不行 戴着N95口罩拍出来的声音效果非常差 所以我决定回室内录 每个人都丢了他们那套2021的十大 排名不分先后 首先我想说的是Jobel Jobel是一套我很喜欢的电影 入戏院看了两次 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中二的原因 因为他说出了一个讯息 就是要正视校园欺凌一 第二就是作为父母 如果见到子女 即是如果见到子女 他本身有那种同性戀倾向 少年里面 应该是多加关注和支持 带出了这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成本不高 但是看得很好 看得很舒服 很喜欢 接着有Free Guide 爆机自由人 这部电影本来是去年上映的 一推再推推到今年 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 故事非常好 那些特技我是很意外地喜欢的 整部电影拍得很舒服 Ryan Reynolds也做得很好 我给他入十大 这部电影的娱乐性非常高 露火 露火是我其中一部很喜欢的电影 他的故事是差 但是演员很努力 还有这部电影是陈牧胜的遗作 他也是交足货的 几个主角都没有渣流摊 另外意外的惊喜就是 很多side casting都是狗围了的 香港曾经有实力的演员 都出回来客串 我很喜欢露火 我自己都讲过观后感 和一班朋友讲露火的时候 在SciFi全面看 大家可以找回来听 康姆派3 康姆派3玩了一件事很有趣 以前高海拔之戀都玩过 就是直接由2跳到3 康姆派2就在康姆派3里面的气中气 这样玩得不错 第二我给他高分一点 就是因为他那条大桥都是 鸡蛋撞高长 抗地产霸权 兼格他带出了那种underdog 这是第二个讯息 就是那种underdog有机会发围 还有就是亦都像喜剧之王那样 有梦想 没有梦想就跟一条咸鱼一样 所以我比狂舞派都挺高分的 兼格他里面的歌好听 我这个年代很少会去买一张原声大碟 《狂舞派3》我买了原声大碟 开车的时候经常听 里面的《龙城有嘻哈》等等 其他hip hop的歌我都很喜欢 听得很舒服 《星梦》 《动物园》续集这部卡通片 《星2》 香港应该未上话 美国刚刚圣诞上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也像《狂舞派3》那样 说了没有梦想和鲜鱼没有分别 大家坚持他的梦想 坚持你的音乐梦 今次不是说歌唱比赛 就是说要进军 真的不是进军荷里活 进军拉斯维加斯的歌剧 歌剧院 你也知道拉斯维加斯 其实就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巨星 其实他们在那里 就是所谓登台 Britney Speer Celine Dior 很多曾经一线的歌手 在拉斯维加斯每晚都登台 就在1,3,5年想要求 《星2》其实也是在说这个 就是登台 就是争取机会登台 兼够维护自己的专业,我很喜欢 梅艳芳 梅艳芳 这部电影在10部里我不是最喜欢,但也入十大 首先演员各个做得很好 很多上年纪朋友的集体回忆 我先前拍过一部片 那部片的视频可能已经达到五万 我们也是 随便找几个朋友 刚刚拍完的时候说了第一的观后感 真的有很多人看着哭 我自己没有看着哭,但是 梅艳芳这部电影弄了 很多 这几十年来香港发生的事 其实我自己反观 不止暗妹的粉丝 觉得好看 而且基本上在香港大的朋友都看到很多 用梅艳芳达到出来的事件 我给他多高分,我也挺喜欢梅艳芳 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史提分史不谱 今年的唯一作品 这部电影基本上是重整了这个旧版的West Side Story 但是West Side Story本身 那个南本都是罗密欧与朱丽业 这部电影 大家也认识的故事 未入场之前已经知道了 但是他的编排拍得很好 流暢拍得很顺 很平均 以及那些 音乐部分很精彩 还有不止音乐,还有我觉得 他里面加插了很多 马朱丽丽的动作 可能是吊威亚 等等 这部电影 我很喜欢 我给他很高分 我说说除了这部电影之外 其实半年前的那部《In The Heights》 《康姆纽约》 也拍得很好 但那部电影 一拍到这部电影就比较了 当然《West Side Story》 在我心目中 未及《La La Land》 但是 在历史上的音乐电影 在我心目中已经是首五大 《Doraemon》 《Doraemon》 《Stand by Me》的续集 这部电影 是日本电影被Netflix卖了 刚刚在Netflix上架 这部电影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呢 也是同一个道理 因为都是说underdog 本身是一个 主角常常在校园被人欺凌 但是 多拉A梦就帮了他 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个《绘集人口》的故事 但是这部《Stand by Me》 他玩了一件事 就是玩到 几个空间 去到未来 又去到他童年 我们这些中佬体很感触 虽然是一部卡通片 在说 自己很怀念自己的 外婆或者妈妈 希望去回童年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 去到 去到过去之后 原来 那个妈妈或者婆婆 自己都有一个遗憾 就是 曾经很希望见到自己的孙子 在将来成家立室 见到他结婚那一刻 带外婆回到未来 涉及到 其实涉及到很多 科幻 家庭 温情 娱乐性 几样东西都做到 在一部卡通片来说 说到几个 时空的东西 卡通片说得成功又不是多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加上我给他高点分 因为多拉A梦 或者叮当 都是集体会 热血合唱团 热血合唱团 这部电影好像被低估或者被遗忘 上画的时候刚刚是香港戏院开 其实那个票房也不高 我自己很喜欢 这部电影 除了结尾有点反高潮之外 但整部电影的流畅都很舒服 基本上都是 都是underdog story 都是音乐电影 一班小孩做得很好 这个导演 关顺辉 我很喜欢一个导演 由当年 沙士里面拍的 《生命恩爱动听》 《天作之合》 直至到几年前拍的《五个小孩的校长》 我觉得都是神器 我都有卖盘 久不久都拿出来看的 这部电影《热血合唱团》 我觉得其实他拍得很好 我觉得 他的讯息是说得很清楚 是一班 是一班低下阶层的小孩 如何将他们 将他们 集团起来重拾自信 完全是一部非常正量量的电影 其实我挺推荐大家看的 我很喜欢《热血合唱团》 《热血合唱团》 其实《热血合唱团》在五大里面 在十大里面 他的地位是我的头五大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King Richard 王者世家 每个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贫民区 King Richard这一家人 他们就在 洛杉矶最贫民的贫民区 康普顿里面长大 希望 两个女儿 看到他们有潜质 打网球是有潜质的 希望他们打破这个种族的障碍 打破这个社会阶级的障碍 会 用运动 去 推广 去推广 去推广他们的肤色族裔 去到这个世界级 以及打破这个窮人的宿命 其实在说两件事 因为网球本来就是这些 白人有钱人的玩意 因为栽培要很多钱 这个主角 Will Smith 我可以这么说 他是从影以来 头三位 最 好的演技 最好的演技 我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提名到影帝 这部电影我知道他给了很多努力 而且这部电影本身看起来很舒服 到了最后 我记得在电影的时候 看到最后大家都拍手掌 那么 这部《King Richard王者世家》 我推荐大家看 很多朋友问 为什么我的十大里面没有 浪迹天地 我非常喜欢浪迹天地 我进戏园看了两次 接着串流平台再看一次 很多人觉得闷 但我觉得非常有味道 尤其是作为一个美国人 人到中年 要与工作人员 要与工作人员 做一个 游牧民族 为了找到生存 其实都很有感触的 为什么这部电影不是我的十大呢 主要来说因为这部电影 其实是去年的电影 因为今年能够入选 这部电影里面的 number one Norman land 另外今年我想说一下 由于今年 其实美国来说 基本上你说2021年 其实美国只有九个月 因为有三个月是关了 那些电影院 电影院开了之后 那个情况 就是不够片上话 主要原因就是 大片也不敢上话 因为刚刚开了 怕那些人不敢入电影院 一来 一来 一部电影大片上了 票房极低的话 就老银了 二来 他们也会亏得很厉害 所以很多电影 其实就是堆积了 在下半年 最后三个月里面 那个圣诞新年上 所以 造就了 电影院开了 3月多的时候 3、4、5月的时候 就有很多独立电影 或者 本来都不应该上话 或者不能上画 或者 演商觉得未够上画的电影 都堆积了 有几部交叠片 其实我觉得是 拍得挺特别的 大家喜欢交叠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首先 《羊具》这部电影 我是挺喜欢的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觉得很噁心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一部刚刚香港上的 叫做变态 就是《Titanium》 这部电影不是美国电影 亦拍得非常靠 怎样靠靠呢 进去看看 里面有些情节 就是 变了好像 过了人类本来的想法所能极限 大家可以看看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开始讲 那部 《Jobelle》 《Jobelle》本来 应该这一种 这么低成本的独立电影 都应该上不到画的 但是后来很多电影都上到画了 主要是因为电影 软不够 这部电影的问题 《Nicolas Cage》那部电影 《Jobelle》那部电影 整部电影就是他和一只猪 那部电影也拍得挺过人的 对 今年 意外地有很多电影都出了例 大家 也拍得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这就是我今年的十大 多谢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开启会 《Jobelle》